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易峰祥芝麻油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播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两年前 王韵华一家从永州来到长沙 如今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已经9岁了 姐妹俩由于特殊的原因一直没有入学读书 眼看着2018年长沙小学入学网上报名正在进行中 王韵华却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到今年秋季 还是无法顺利上学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爸爸你好 是你打了电话吧 是说你们家小孩可能上学有点困扰是吗 对 准备了小孩多大了 90多了 90多了 读过书没有 没有 那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读过书 没有 你也想让他们读书是吗 对 王韵华来长沙两年了 如今是一名快递员 他的家中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双胞胎女儿 可是眼看着女儿已经9岁了 却还没有入读小学 一家人的心都焦灼起来 因为他们现在年龄有那么大了 读幼儿园肯定也不拉过 最好的话是读一令节 这是他们是吧 对他们在画画 在努力画画 对 你是怎么说 你说两个宝贝为了能去学画画 这么晚了还在练习 这是晚上几点了呀 10点40几了 他们俩还在练习画画 因为像他们嘛 因为他们这个样子 一直跟着我们生命 他们看到人家在小朋友 都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 在看到的时候 他心里都是非常难过 他就问我们 他说爸爸我怎么不可以读书 所以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很难受 双胞胎姐妹也十分渴望读书 可是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 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都应当送其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为何双胞胎姐妹 九岁了却迟迟未入学 王韵华忙着送快递 告诉家中地址后 匆匆离开 你们叫美琪美真 对不对啊 对 那你们俩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啊 大姐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现在给孩子做运动 给他活动一下 活动是吧 他的腿是最高能扳到什么程度 最高的话也 对吧也就是这么高 这么高 再高的话他就可以交通 交通 他现在是不是就有点痛啊 有一点点 他是在干什么 就是这样绑起是吧 这是一间狭小的义居室 被硬生生的塞进两张双人床 此时的双胞胎姐妹 一个在绑腿 一个在练抬腿 姐姐王美琪 不时发出痛苦的声音声 她们究竟怎么了 大姐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们是早产 然后出生早产缺养 后面导致有自息 所以就导致大脑受盛了 后面就导致她的 就是各方面的功能 各方面的功能都没有嘛 就是跟拿正常的孩子 来相对比较嘛 然后正常的孩子的话 就是去做爸爸 像他们的话 他们就是头都不怎么竖得起 做后面不会爬 那是多大的时候 七八月的时候 对七八个月 还不会翻身 不会抬头 就是说正常的孩子 她这些的话 她都很自然的就会了 对 然后她们就不嫌 原来双胞胎姐妹 因为早产造成缺氧 目前都被确诊为脑瘫 二人都有严重的运动障碍 不能独立行走 而为了能够正常读书 双胞胎姐妹 在去年分别做了手术 去年带她做了手术是吧 对 是的 做了什么手术呢 就是矫正她的异常姿势嘛 异常姿势 对 矫正也做了 做了腰部手术 不是HDI那个手术的 也是就是 因为她肌生力很高嘛 以前走路就这样 这样交叉 然后现在做了手术之后 就现在可以 就是控制不这样交叉了 就是比较好看一眼 就是为了方便她们 能读书自理是吧 对 为了 就是为了她们以后 就是上学 不会被同学消化嘛 就走同学 就是为了方便 姐姐做的是小腿三头肌 矫正手术 妹妹做的是 双下肢内收肌矫正手术 经过手术 双胞胎姐妹的运动障碍 有了很大改善 如今都能通过柱形器行走 但是上学之路 却依旧遥遥无期 你去学校有问过 这个读书的情况吗 之前在我们老家 有读过 怎么说的学校 老师说 不接收了 他就是说 不想听了 这个责任啊 那你来长沙 有问过吗 我就是托 就是托同学的家长 然后就是帮我去 打听了一下 然后老师也是说 像他们这种下子 不便利 然后生活不能轻利 没有人去照顾 然后当时还是 不接收 一次次的求学受挫 让胡双梅心生畏惧 她害怕看到两个女儿 一次次渴望的眼神 那么双胞胎女儿的未来 究竟在哪里 这时 看到女儿读书姿势不正确 胡双梅连忙走过去纠正 对 就是除了 除了就是 康复的时间 获得医生生活中 其他事 各方面的时间的话 其余的时间 她都会拿着书 然后 然后 妹妹你在 妹妹你在背这个课文是吗 自己学习 对啊 你给阿姨背一下 怎么背 下雪了 嗯 下雪了 嗯 我手上 下雪了 对 没事你读没关系 对对 读错也没关系 对的 小剑画没关系 小剑画没关系 嗯 数学可以吗 我看这还有一本数学是吧 基本的算数 阿姨随便问你一个 十减三的有多少 十减三 算一下 王美珍能认字能背书 她一直在为入学做着准备 而一旁的姐姐王美琪 也不甘示弱 你在看什么书 给阿姨看一下 学前六百字 这六百个字你都认识吗 有些不认识 这个字念什么 东 东啊 哎呀好厉害 这个呢 冷 冷啊 哎呦对了 这边呢 阿姨随便认一个 这个来 爷 爷 这个呢 妈 那你基本上全都认识了 自学的 然后她每天走到哪里的时候 她就会问妈妈 然后妈妈这个字叫什么呀 你想去上学对吗 对啊 大学 王美琪的情况叫妹妹好一些 她学习格外认真 随时随地都拿着一本书在看 每当看到双胞胎女儿求学若渴的眼神 胡双梅就十分自责 这个时候双胞胎姐妹反而会过来安慰她 像小棉袄一样温暖她的心 我看这些画都是她们画的吗 对 这些画也是他们画的 他们就是除了很爱学习之外 然后也很喜欢画画 唱歌跳舞这些 小朋友你告诉阿姨 那幅画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中间那幅 这个是什么 左边那幅画的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告诉阿姨 这个是什么 你画的这个是什么 我看有好几只猫头鱼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猫头鱼的什么 这是两个是她的什么 这是猫头鱼的什么 这两个 是不是她的宝宝 这是猫头鱼的双胞胎宝宝是不是 像你们一样 是不是双胞胎宝宝 是 美琪美珍姐妹喜爱绘画 家中的墙面上贴满了她们的作品 父母也引以为傲 无论画什么动物 美琪美珍都会将一家四口整整齐齐画满 在她们的心中 完整的家庭是她们力量的源泉 那么 如今的双胞胎姐妹能读书 能绘画 她们又能否正常读书呢 寻情小组带她们来到了湖南省湘亚博爱康复医院 黄美珍 黄美琪 我给你说三个名字 足球 记得吗 足球 足球 好的 足球 听得了吗 足球 踢着足球 还有一个猪老师 猪老师 记得吗 猪老师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黄瓜 好的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内容 就算她们两个很正常的一方面 就是她们的眼睛感觉不好 比如说她不知道什么男的眼睛有没有 飞腿 她有感没有 脸部都有 没有 比如手臂或者足背 这种地方不知道的没有吧 不知道 不知道的 我们这儿黄美琪 刚才老师说了三样东西 你还记得吗 医生根据双胞胎的情况 做了专业的脑胎儿童功能测评 那么 等待一家人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呢 双胞胎姐妹如今的情况又是否适合读书呢 我们再 是你进来还是我们再进来 好 先进来 哎呀 真棒 好的 我们慢慢坐下来 慢慢坐下来 然后屁屁头是不是 哎呀 好 真棒 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它在两个的话在本原本功能上 就是它损伤的部位都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么首先的话是 呃 从我们平等就是身体的这个 呃 结构上来讲 就是刚才你所跟我们讲的这个核磁方向 那么两个检查两个都是有五道白日转化 那么都是相应的有一定的脑部的损伤 那么从那个呃 功能上来评估来看的话 就是那个 王伯珍的情况 可能相对而言经过治疗后了 那么王伯珍珍 呃 比如在步骑能力啊 方向 或者说步态方向的 可能要消失点好于那个王伯奇的的情况 那么在那个活动参与方向的话 呃 由于他们损伤的情况 呃 损伤了以后 影响到的功能上向可能大部分是在下肢的 所以上肢功能影响相对也小一些 那么大部分呃 功能应该是以 呃 就下肢需要参与的这方向 可能就影响到了 那比如说呃 影响到呃 呃 以小朋友之间的一些游戏参与 就需要说大家一起跑 走动起来或者活动起来的这种 呃 游戏参与就参与不了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 他们跟传人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呃 他们最终的目的 还是希望能够正常的跟小孩子一样的 能够去上学的这个环境 去参与进去去上学 因为他有一次机会就是读书改变他的命运 嗯 因为妈妈不可能一直照顾他们的 嗯 嗯 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王医生说 两个孩子都有脑部损伤 主要体现在运动功能方面的缺失 正常读书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校园内的行动范围会受限 并且王医生强调 一定不能将脑瘫孩子与普通孩子 进行区别对待 要多让孩子接触外界 对于孩子要上学的要求 也一定要尽量满足 读书是孩子们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 听了医生的话 胡双梅心里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是否有学校愿意接纳这样的双胞胎姐妹呢 王韵华今年36岁 妻子胡双梅比她小三岁 二人在广州打工时相识相恋结婚生子 2009年胡双梅怀上了双胞胎女儿 本来是喜事降临 可是却没有想到 在七个月的时候就早产 双胞胎姐妹都只有三斤 在保温箱里待了将近一个月才出院回家 可是渐渐的胡双梅察觉 两个女儿有些发育迟缓 八个月了还不好头 一岁了还不会做 本以为只是出生时缺乏营养造成的 没想到得来的诊断结果却是脑瘫 如今王韵华在外打工赚钱 胡双梅在家照顾一双女儿 九年过去了 双胞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别的孩子一样 背上书包走进课堂 王韵华也希望 女儿能够进入普通的学校随班就读 那么双胞胎究竟能否顺利入学呢 每天大概走这个楼梯走多少次啊 每天走每天的话 至少要走三次 每天买八分之后才要走三次 你叔叔有报个台阶吗 一程的话有二三台阶 要走到五楼 要从一楼走到五楼 最开始的时候要活多久啊 以前 刚刚成定期 不会的时候 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 从一楼到五楼 从一楼到五楼 一共有一百级台阶 最开始的时候 只能靠胡双眉背上背下 到如今 姐妹俩有好转 她就扶上扶下 为了锻炼两个孩子的自理能力 胡双眉花费了比别人百倍 甚至千倍的努力 就是说一个很紧张的方身啊 然后很紧张的爬 抬脚啊 就是说张力行者这些 就是对正常的孩子 他就是很紧张 很自然 但是他们就不行 就会叫他左脚 然后踩到我前面这个脚 之前的话 抬一步的话 至少要发费几分钟 才能把这个脚 慢慢慢慢地抬起来 踩住我的脚上 很疼吧 很疼 因为他们就是说 要穿的那种脚型鞋 那种胶的嘛 要很硬的 说他一脚踩下去的话 孩子很痛的 肯定啊 一天要踩多少次呢 一天 做一次的话 至少要踩一百次 一百次 对 一天要做三次 一个简简单单 抬脚的动作 左右各一百次 一天三次 两个孩子 胡双眉脚上的家 好了又结 九年来 胡双眉 无时无刻地陪伴在女儿身边 竭尽全力 教会孩子自理能力 只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等父母老去的时候 双胞胎女儿 也可以独立生存在这个社会 在她的内心 也有着一个深深的痛 是什么 让她一直在坚持 这个就是 然后 这个是我儿子 然后那时候 得了白血病 然后在医院那时候 白血病 对 对 白血 对 这些年 把白血病 然后在医院拍的 这么小小年轻 然后都 还没有看到 世界的美好 然后就 就 没有了 就 已经 已经 在人世了 心里 就是 时刻地会想着 像这些生病的话 我一直 都是 带在身边的 然后 带在身边 每天睡觉 我都会拿出来 抗一点 每天晚上睡觉 对 原来 在双胞胎姐妹的上面 还有个哥哥 那是一个健康懂事的孩子 可惜她在四岁时 突发急性白血病 最终不治身亡 这个孩子 世家人心中 难以抹去的痛 像这些的话 像这些拿笔的 这些的话 给书 这些都是哥哥 以前那时候 读这个书 给妹妹 然后就 他就会拿一只笔 给妹妹 教妹妹 对 教妹妹 读书写书 教妹妹写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这些书子 所以妹妹那时候 不会写 但是她也会教她 就是拿着妹妹的手 然后也被教得这样移动了 她在治疗期间 她都说 妈妈等我好了 我说 去读书 然后我要转大了 想干什么 她都会跟妈妈这样说 然后说 转大了 我可以照顾妹妹 因为儿子 非常的爱妹妹 所以 未来儿子的梦想 所以我 我也要尽情下来 照顾好妹妹 因为照顾 两个女儿 照顾 两个女儿 也是我的职责 也是哥哥的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把妹妹照顾好 希望妹妹能够走起来 哥哥对两个妹妹好 每当在幼儿园学了什么新知识 都会回家交给妹妹 她总是关切地摸着妹妹的小脸 说妹妹可爱 直到她生命中最后的那段阳光 她也总是在念着妹妹 希望双胞胎女儿 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童年 希望女儿能代替哥哥好好活下去 希望当自己老去的时候 孩子可以拥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这就是王韵华 与胡双梅为之奋斗的梦想 那么双胞胎姐妹 能否顺利入选呢 一听到要去学校 双胞胎姐妹十分激动 妹妹王美珍还特意背上了小书包 由于我国义务教育 遵循究竟入学的原则 寻情小组首先带着他们 来到了离他们家最近的小学 我们有点问题想咨询一下 这边教务处 你看方便不了 这边他们这里都有科 有科教务处了 你们学校有没有招收过 这种脑瘫方面的学生 没有 只有那种 没有 没有那种脑瘫的 没有脑瘫的 对 那种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残疾的 或者手脚不方便的 还是有的 如果他们是那种 外地物工的 户口也不在这边 就是租在这边 有什么程序要走吗 租在这里 就是外地的 租在这里 那要看你那个做事的单位 看做事的单位 没有单位的 就是那种打零工 那也不打零工的话 你必须要买 要买五险 要买五险 买多久了 9月1号之前满一年 赞助商要满一年 那你们一般这边招生 是怎么个流程 要等家具的公告 他来公告下的学校 9月份 9月份 9月份呢 王远华大概是 6-7月份有公告下来 此时正是上课时间 校园内一片宁静 据校门口的门卫说 如果每期每真想入学 就要先在网上报名 王运华一家 在长沙无房无户 那么就要求父母 在长沙城区 持续合法居住一年以上 并且要参加本市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一年以上 可是直到现在 王运华也没有办理居民赞助证 以及缴纳无险一金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家人又该怎么办呢 听到答复 胡双梅带着孩子落寞离去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受到打击 从学校回家 这段短短的路程 今天的胡双梅 走得格外艰辛 人家没进入这种孩子 的话就感觉好奇 觉得两个这么高高的孩子 还坐在车上 就会有疑问 都会问 会有人拉住你问吗 会有 问什么呢 有些就说 他们怎么那么大了 这种孩子坐在车上 怎么在那么娇气 还有人这样质疑你 那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有时候 就是有的人实力要问的话 可能也是跟他们说嘛 就是说 他们也想走 没办法走不了啊 是汤子 他说 都说是汤子 哎呀不说别人了 自己的亲别好友 都会这样说 不说别人了 每次推着双猫胎 去上课的这段路 胡双梅总是尽量低着头 外人不理解的目光 甚至闲言碎语 常常会击碎 他辛苦建立起的心理防线 他害怕别人的追问 最怕听到别人说 他的孩子是汤子 他希望别人能给予他们 更多的理解与温暖 他的孩子 与别的孩子 都是一样的 属于这对双胞胎的未来 究竟在哪里 王云华与胡双梅 又究竟有着 怎样的打算呢 你不吃饭吗大姐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他爸爸再吃 等一下他爸爸 现在我看都一点多了 还没回来 是的 快一点半了 每天中午 胡双梅都会静静等着丈夫 回家吃饭 他知道丈夫在外奔波 格外辛苦 他也十分珍惜 这每天一家人的相聚时刻 而今天 他还要跟丈夫商量一件 重要的事 下班了 下班了 才下班了 这样 一点半了八块 今天有个同事请假了 所以都高兴在 现在你可以 大哥你 妻子跟你说了 我们那天 我们带他们去学校的 有了这样的事情 无奈也没办法 要继续 要继续生活下去 不管是现在 以前也有很多的无奈 所以说还不这样 也是这样扛过去吧 王运华流露出 难以掩藏的苦涩 看似轻描淡写的回答 却饱含失落 不用妻子开口 他就知道妻子的想法 如果选择回老家 那么 每期每真 可能获得更多的上学机会 可是身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他却不能为妻女 赢得一个幸福安稳的生活 他也内疚自责 那么他又是否会选择坚持下去呢 也是想着他们现在马上要不说 你看一下 那个的话就 晚上还要早点事情做 晚上还要早点事情做 不早点说事情做 你就光是靠 宣派的这份工资 还能维持 可是你每天早上 现在是几点起 五点半 五点半五点四十 中午你看现在到一点多 才吃上饭 对 下午是要吃完饭就走了吧 你晚上再找一份 怎么做得了呢 身体肯定吃不下 那也没办法呀 你这个为了生活 也要做啊 你准备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呢 找相对于 如果你固定的 肯定是光是做晚上的话 应该是很难 就像那些美团啊 和打打啊 像送外卖这些 王运华语气坚定 每天五点出门 晚上六点下班 即便这样高强度的劳累 王运华还想着 要再找一个晚班兼职 他想给妻女提供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男人的不懈坚持 也是一个父亲的厚重深沉 吃完饭后 王运华又默默离开家中 那么他的内心究竟有何打算 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去了楼顶了 真的有种冲动的 就是想不明白 还是想不开的感觉 当时我转过来又想一想 因为还有老婆 还有两个女孩 那个样子 说毕竟生活 还要生活下去 现在那时候已经是到了楼顶 几层楼的楼顶你还记得吗 那个已经就是28层还是29层 到楼顶上面去了 已经坐到那上面想了很久 所以当时就是有这种冲动的感觉 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放弃就等于他们已经就回家了 你不要很信任他们扶持那个住戏剂 可以走 他们一旦一个月两个月不做的话 就会萎缩 那个脚就是缩起来 王运华深知 老家的医疗环境远远不如长沙 每期每真需要坚持康复训练 长沙便利的条件和优良的医疗水平 更适合双胞胎姐妹的病情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选择回老家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圆女儿一个读书吗 那么等待这个家庭的 究竟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脑胎是小儿时期中枢神经障碍综合症 由于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 以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综合症 患者通过锻炼和治疗 往往可以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 但是很难痊愈 而这种孩子走路 说话 读书 及其他事情 都会比其他孩子晚一些 如果经过系统的康复和训练 大多数最终还是能学会的 但这需要家人极大的耐心和爱护 每个孩子都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花朵 王韵华和胡双梅也始终坚信 双胞胎女儿一定会有绽放的那一天 那么双胞胎究竟能否如愿入学呢 你们俩刚才在聊什么 要迟到了 上课 我当然不能迟到了 因为他是班长 他是班长不能迟到啊 不能迟到的 老师规定他要当班长 老师规定他要当班长 我先上课 他是班长 如果你妹妹犯错了 你会管他吗 老师也会管我 也会管人 那你妹妹上课会犯错吗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了 对 服气他吗 你服气姐姐吗 我才不服气 不服气 我服气 如今姐姐美琪 是行为引导班上的班长 每天会帮助老师 检查大家的学习 妹妹美珍的语气中 也透露出一丝羡慕 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班长 她腼腆地笑着 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梦想 为了达成双胞胎的心愿 当天下午 寻情小组带着他们 来到了长沙县荣堂小学 几岁呢 九岁多了 跟叔叔讲一下 你自己讲一下你的情况 告诉叔叔 你想不想多说 做床铺之后走水了 做床铺就是从 一睡到现在的九岁都一直都在做 那你跟叔叔讲 你跟叔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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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叔叔叔说 确实 龙堂小学教务处的工作人员 热情地接待了胡双梅 他们仔细地了解了双胞胎的情况 那么双胞胎 是否能在这里读书呢 你们能够接收 他们读书了 他们好渴望上学 他们也很爱学习 他上学没有 没什么 没关系的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 这个好渴望上学 有这样的情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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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康复 我们就很自然的孩子 只要他能够生活 能够治理 对 只要他能够接受 对吧 我们 毕竟他不 不得到他们的孩子 毕竟他能够行走 我们可以常去问一下 是小孩能够康复到一定的程度 对 龙堂小学目前 已经接收了六名 脑瘫儿童入学 他们认为 每个孩子都有读书的权利 每一个孩子 在他们学校 都会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但是迟疑很久 原主人也说出了 他们的顾虑 一定家常是要陪同在学校的 他也愿意的 是吧 但是你这个陪的话 一陪就两个 他们能不能照顾得过来 就是什么问题 一直都是他一个人照顾两个 都是一个人照顾 他老公只要在外面负责打工之前 基本上全部都是他 特别的 没那么有道理 他照顾你 想多数的愿望实现还是可以了 是吧 毕竟 但前一条 其实你自己也是方面能够自理 是吧 如果你不能够自理的话 我们 毕竟我们班生老师的 或者说我们老师的 一个班家 一个班家 也有五十多个学生 五十多个学生 是吧 所以这个方面 如果说你要来入学的话 那你肯定自己以后 在我们上课期间 那你可能谈到一些生活 一个自理 或者什么帮助法 如今双胞胎的情况 肯定需要家长陪读 正常情况下 一个孩子都会很辛苦 学校担心胡双眉会吃不消 但是胡双眉红了眼圈 坚定地点着头 只要孩子能有机会读书 他表示 再苦再累 都会坚持下去 所以第一个 在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一号到四月三十号 如果你有这个抢烈的冤枉 你就把这按照这个 抢烈性交易局 网上报名系统 是吧 你把有些能够提供一些 一些数据 一些这个资料 能够提供的 往传到网上 就是第一 第二 按照我们常常 县城区的一个招生的 一个情况来看 你可能要建议你到 教育局 阳光服务中心的 去服务品台 对台的调子过来 打个神经过来 我们有学位的 肯定会考虑的 毕竟 情况也很特殊 是吧 很特殊 但是呢 以后 经常入学之后 学校一起工作 可能还是加上了支持 对 学校里面对这些贫困孩子 对这些特殊孩子 是吧 也被给予很大成的 一些关注 比如说我们的 学生的帮助 生活上的帮助 包括是 我们经济 经济不平 真正的务实 是吧 这都会提出来 学校表示 只要胡双美 先去当地教育局 阳光服务中心 看一个证明 他们一定会接收双胞胎入学 并且会尽可能的 为双胞胎提供 相应的助学政策 来帮助这个家庭 一起度过难关 好 跟老师 跟老师拜拜 感谢老师了 没有没有 要跟老师拜拜 要命 要命 拜拜 这都是你的老师 他心里好 你每次知道 他就是比较 你干嘛 来 过来 在干嘛 在离开学校之前 美其惊喜地 发现了一个 他的老朋友 他们曾一起 在医院做康复 他热情地 与小伙伴 打着招呼 我是体育课 体育课 体育课 下次去美其 来跟学校分析 你说好不好 小朋友 好的 好的 美其 你明天有这个 在哪 红银巾 高不高兴 有红银巾 带高不高兴 现在我 在我妈 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 不去 上去一刻呀 你跟你一起 等一下 还不开心 还不开心 好的 谢谢 小伙伴热情 能邀请美其 一起参加 她的体育课 在这里 完全是与医院 不同的一番天地 看着伙伴 急行的背影 美其 也不由自主地 加快脚步 在哪里踢的 你脚的内侧还是外侧 你的内侧呀 内侧 你可不可以这样 你可不可以这样 哪里踢到一切 她的妹妹 她们就在下面里面 加油 可以的 对 这样 加油 这里就是那个 你们给她加油 好不好 小伙伴 有 有 此时陆日的余晖 洒在广阔的操场上 每一个孩子 都天真的笑着 此时的美其 还有些羞涩 她偷偷地 往妈妈怀里钻 她还要一点点 适应新的环境 但是这里的美一样 都是新鲜的 都是她梦寐以求的 她也迫不及待地 想跟妹妹 分享这里的一切 看这些小的 应该在这些 怎么样的 就拍好 对 以后你们也要 这样拍最后 好不好 说你们也要 这样拍最后 好不好 你也是这么 你拍在最前面 或者最后面 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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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面 那就最前面 好不好 想不想要去 是吗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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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要不要努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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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 你这个 努力 我就想 你这个 心意 好不好 望着 川流不息的人流 美珍说个不停 她好奇地 问这问那 想象着和 其他孩子一样 背上书包 系上红领巾 前路漫漫 但是只要 一家人携手攻进 就一定可以 战胜困难 他们的生活 也可以 丰富多彩 我来到一遍天天天上 我开荣 想要回家 我要像 土豆一样 同意穿一种 高度的梦想 我来到一遍海面上 大声寒冲的愿望 每个人都有梦 无论大小 但愿梦想 为他们插上翅膀 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因为梦想会发光 所以 无论身处 多么漆黑的角落 也总能有一束光 引领他们前往 风雨兼程 无所畏惧 在采访过程中 龙堂小学教务处的 原主任 说了一句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 上天已经给双胞胎 关上了一道门 他不能把剩下的 那一扇窗也关掉 每个孩子 都有读书的权利 只有读书 才能改变命运 我们希望 每其美真姐妹 能够在学校中 认真读书 乐观上进 取得好的成绩 也希望这个社会 能够给他们 更多的包容 不要将他们区别对待 多给他们一些关爱 最后也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帮一帮这个家庭 回到由 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一风翔芝麻油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 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